欢迎收听Coco早餐 除了鸿海的报道之外 我们也看到台风的部分 台风的气象局的最新的消息 等一会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 随时的为各位进行最新资讯的解读跟介绍 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台的准备 在政治新闻之前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讨论的 仍然是在发展里面 经济跟科技的未来 各位要怎么样的来应对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什么叫做区块链 区块链是如何的影响未来的生活 今天我们要介绍两本书 这两本书有一本是天下文化所出版的 区块链革命 这本书是由这位教授 Done Tepscott 以及Alex Tepscott 大家一起合著 同时另外还有一本书 叫做区块链 写给未来社会的新账本 人类的新型货币 终极信任机器跟分散治理革命 我们昨天提到了 未来的科技产业当中的物联网 工业4.0 政府的创新 以及人工智慧 无人车 无人机 种种的发展 在Bus Orange Tek Orange的上个礼拜的 Connect to Change的座谈会中 有所介绍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在了解区块链的 比较深入浅出的课程当中 我讲它是课程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课程 我们请到的是台大资工系的副教授 廖世伟 台大资工系的 有两位同学 一起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张耀诚跟吴嘉谦两位吗 今天我们有三位来宾 是廖世伟教授 跟他的资工系的 他的高材生 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区块链 好 什么叫做区块链 来 我先把这两本书 大概是 他的序言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拱民先生 所写的序 这个是 这个是作者 区块链的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是大写出版社所出版的 当然这是他的笔名了 他是这样写的 区块链在2016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无论在两岸山地 还是在整个亚洲跟欧美 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企业跟机构 意识到区块链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颠覆作用 已经投入了很多的力量 特别是可以看到英国跟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机构 在其中非常活跃 不仅连续发布了多个 跟区块链未来发展相关的监管研究报告 并且还先后提出了杀核机制 来促进各种金融创新 因此在他们本地 不仅出现了多个 极富创新精神的区块链初创企业 并且还有一些基于区块链的 DAO 就是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基金会纷纷搬到了伦敦或者是新加坡区块链的DAO 这个是我们这个组织 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因为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出现 导致公司的形式都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本书也阐述了 由于DAO的崛起 甚至可能会结构了我们商业社会中 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公司形式 而且面对这么巨大的变化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将会出现许多全新的机会 尽管很多人对于全球的金融行业发展 抱着较为悲观的看法 特别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 很多都在大陆各行业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之下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区块链之后 却往往会对于金融科技抱着非常乐观的看法 特别是随着数字货币的崛起 全球金融资金跟资产的流动速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 而全球金融的体量可能会再度的扩大数十倍 甚至于数百倍 这个是区块链的这本书 这个是龚明先生 他所写的序言写给未来社会的新账本 在讲区块链blockchain 我们可以注意到非常多的区块链项目 天生就是全球化的不仅仅是指他们的开发团队 不在特定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内 而且其应用区域跟对象没有任何国家地区的限制 其中以太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们的开发者来自于全世界各界 并且透过Initial Crypto Token Offerings ICO的方式 在全球募集了价值约1800万美元的比特币 并且该项目获得了全世界很多大型机构的认可 很显然这种方式启发了很多创业灵感 有越来越多的区块链项目 开始采用类似的方式来进行发展 而这种跨越地域系的方式 对于类似于台湾这样自身相对市场较小的地区 就能够获得了极佳的机会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新加坡 会在这次全新的技术革命中 站在前列的部分原因 甚至能够看到英国的财政大臣明确地表示 金融科技让我们重回金融中心的全球的这个位置当中 很多人看到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 或者去中介化的特征 但各可以看到区块链是一个无缝链接的 所有人跟事物的技术 他能够在非信任环境内建立一个可以信赖的数据记录的方式 是一个极其强大跨地域的协作工具 因此我觉得区块链技术对于台湾而言 显然也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如果能够抓住被经济学人称为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的机会 相信对于台湾在未来的金融发展 甚至在物联网跟人工智能方面都会有极大的这个帮助 好这个这个讲的是区块链的作者 这个这本书写给未来的账本的拱民的序言 他在台湾他看到了很多傑出的区块链的创业者 比如他的朋友创办的区块链企业 XIS跟微软工研院合作 建构台湾首个基于联盟区块链技术的帐联网系统 并且跟富邦国泰等六家金控企业交流 推动台湾开创区块链商机 此外台湾大学的大人他讲到 廖世伟教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教育跟普及工作 他曾经在美国矽谷科技巨部 Google任职 在区块链领域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基点 除了能够在前瞻技术有所突破 而且具有跨这个领域的这个整合的能力 但是相对于大陆目前在金融科技的发展 台湾这方面仍然是保守的 也可能是因为他关注不多 但是因为这个作者是这样说的 他在新加坡看到的情况不同 台湾政学界可以重新讨论 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中 感觉到许多朋友目前对于区块链技术 抱着犹豫跟疑问的态度 却看到新加坡全新政策已经在吸引 以太坊基金会从瑞士搬到新加坡 那这位作者他说区块链行业的媒体人跟创业者 非常愿意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两岸的传播 在推动区块链发展的过程中 也获得了非常多朋友跟长辈的协助 他从2013年就开始撰写跟翻译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跟论文 所以希望能够看到区块链在两岸之间能够发展 这个是大写出版社所出本的这本书 区块链 而这本书 Decoding Global Blockchain and Investment Cases 这个是拱民的这本书里面分成区块链 什么叫做信任的机器 智能合约 DAO跟DAC 各种区块链的计划项目 区块链在非金融行业的应用 传统金融行业的区块链的战略 区块链重塑这个世界 这些题目等一会儿 我们将会跟廖世伟教授 以及他的两位学生 台大资工系的张耀成跟吴嘉谦 我们一起来讨论 非常谢谢来自台大的教授跟同学 另外一本书是天下文化 他原件所出版的区块链的革命 比特币技术如何影响货币商业跟世界的运作 这个英文名字就是Blockchain Revolution 这位作者是 他叫做Done Tapscott 他是这个集团的执行长 打造的危机型的组织 数位化的经济时代的这些畅销书的作者 他也是入选为全球的50大Thinkers 就是商业思想家 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 他对于区块链有非常多的介绍 我想我再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再把这本书的作者 他在台湾在区块链革命中的机会 他是怎么说的 他在2017年的时候 在台北对企业主管政府领导人 以及创业家 做了几场有关区块链革命的演讲 他在20年前初次到造访台湾 当时他认为 网际网路跟全球咨询网正在崛起 成为一种新的交流媒体 这将成为台关提供重要机会 而这个国家必须找到拥抱这项科技的能力 那今年呢 他说我们正处于一种新交流媒体的门槛 这种新媒体有远大前景 但也将为忽视它的社会带来危险性 这个是这位作者Tep Scott 他的这个警语 基本上网际网路正迈入第二个纪元 网际网路的第一个纪元 带来网路社群媒体行动预算 大数据以及云端预算 这些全都为近乎每一个生活层面的进步铺路 但是这些突破只是网际网路前例的皮毛而已 尤其是对企业跟消费者而言 自工业时代以来 企业的深层结构没有什么改变 层级制度垂直整合跟繁文鲁杰依然是特征 那数位革命迄今并未对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准 带来正面影响 有许多进步的国家 我们看到数位革命在创造财富同时 没有等量的创造就业机会 社会不均现象依旧 我们也看到作为自由社会基础的隐私 被资料萃取者暗中伤害 集团企业探勘庞大的数位资料 把从中萃取的资讯贩售出去 地球上多数人还未能从数位经济盟益 现今世上还有20亿个人没有银行账户 科技是导致问题的罪魁祸首 前美国国务卿Hunting John Kerry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2017年的世界论坛里面 就说85%的美国失业者不是因为企业把工作外包 真正的原因是科技导致他们没工作 那现在新一回合的自动化机器人 以及破坏性创新失业模式正在大量消灭工作者的饭碗 那资讯网机网路也破坏了这个智慧财产的模式 个人跟组织刊登以及使用智慧财产创作者的作品 比方音乐却没有让这些价值创造者获得适当的潮楼 酬劳侵害了他们的资产权益 那这个在区块链是开放可编程的技术 因此它具有释放无数可以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跟能力的潜力 区块链是一种无法篡改的全球资料库 它能够提供一个数位账本 不仅用以记录我们的金融交易 也记录我们生活里每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出生跟死亡证明 结婚许可证 所有权评证跟资格 教育文凭 金融账户 医疗程序 保险理赔 选票 智慧型物件之间的交易等等 任何可以用城市来表现的东西 区块链的资料代表最高的正确性 因为大规模协作持续不断验证它 我们将不需要传统的互信 因为区块链保证城镇性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 透过聪明城市跟大规模的协作来建立的信任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区块链能够补充与强化现有的实验模式 它将增进保障跟安全性 并且让使用者降低成本 区块链不是威胁 它会创造很多的机会 金融服务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金融服务业已经意识到了要装置 这个是区块链 它整个的新的一个趋势的发展 而这本书的作者 他所写的区块链革命 总共有分成非常多的不同的章节 等一下我们会透过廖室伟教授一起来讨论 最后50秒 我不想多谈这些争执 其实我认为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组合 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组合 所以蔡英文总统要打破思维 而赖清德总统的未来的接班人 也必须有一个创新创意 我觉得他们必须有一个 走向未来的那种人工智慧 无人车 无人机的那种想法 才能够把台湾社会往前走去 蔡总统身为总统 想必不能以民进党的派系 或是民进党政权维护为主 而赖清德在人生的政治生涯当中 有那么多的经历 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同心协力 那现在这个国家是比较有救的 否则我们这个国家 连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说 是死水一滩 这还得了 我们立刻回来咯